指加州山火是人为造成 虽然目前22%的山火已经得到了控制 不过火情仍然不容乐观 2号洛杉矶北部的国家森林过火面积 已经超过56000公顷 加州政府仍然在调查起火原因 负责调查工作的副指挥官卡尔顿约瑟夫 公布调查进展时说 目前能够确定山火是人为造成的 但是否蓄意纵火仍然在调查当中 约瑟夫说 人为因素包括很多方面 可能是一个随意丢弃的烟地 也可能是割草机冒出的火花 而闪电引起火灾的可能性已经排除 目前22%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 消防人员正在开辟一条 长达150多公里的防火弹 以阻止火势进一步蔓延 加州政府还密切留意可能增强的风势 他们担心大火正在逼近威尔逊山 将威胁这里为数众多的电视和广播信号发射塔 我们的关系在马尔威尔顿约瑟 是把所有的都在那岸上 美国媒体二号报道说 美国政府项目监督组织 近日指责美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存在集体酗酒 开裸体派对等不雅的行为 并且经常擅自采取侦察行动 该组织要求政府严肃彻查此事 政府项目监督组织日前发布报告说 调查发现 美国驻阿富汗使馆的保安和监管人员 每周举办一场派对 有时把妓女带到营中 一起半裸饮酒作乐 他们非但没有受到处罚 还得到上司表扬 保安队负责人曾经为他们签发表扬信 称赞他们大无畏的精神 信纸上印有美国国务院标志 除行为不雅以外 这些保安还违反规定擅自行动 今年5月 十几名保安在备货授权的情况下 携带武器夜视镜和其他装备 在喀布尔进行牛仔行购 他们身穿阿富汗传统服装 戴着头巾 躲在一栋废弃的建筑当中 执行侦察任务 而这与他们的训练和职责毫无关系 据悉 美国驻阿富汗保安队伍有250多人 隶属盔甲背对保安公司 美国政府项目监督组织 已经致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呼吁国务院彻查此事 找出疏于监管的责任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 二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希拉里收到监督信后大为震惊 国务院已经和安保承包商取得联系 表示对保安人员的不雅行为不能容忍 要求解决保安执行任务中存在的不足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媒体焦点部分 今天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伊朗核问题